134《蘋果日報》 護膚府開狠綠法地種菜被殺毒藥 2015年7月10日兩岸要問A.26 欠缺包容 中國人有抱種菜、途、忍 全國各地不少住宅小區的綠地都被人種上蔬菜 由此引發糾紛不斷 甚至有人在社區綠地種的菜上殺劇毒白草夫 老夫妻不食後險中毒 朝著晚報日前報道該市一起倫理糾紛 老陳將一塊公共綠地被變成了蔡地 今年6月在蔡地咸、愛肥、難聞的氣味讓鄰居老樓非常不滿 協商無果後 老樓拿鐵超將老陳的菜全部剷掉 這種糾紛在全國各地裡見不鮮 鄰居在社區綠地種菜枕摩板 成了網上一條常見問題 上海郊區家定的鹽老伯和妻子鵬亞婆2010年 搬入南牆某安寺社區後面將新房邊上一片綠花大開狠成農田 種 蒜 雞毛菜等各種時令菜 本想自家自足吃放心菜 如它們一樣在社區綠化大內種植蔬菜的居民並不在少數 物業公司這邊剛產除 哪邊又重新種上 不料去年物業公司直接對蔬菜噴灑農藥白草夫以斬草除根 鹽老伯夫婦食用後需前往醫院就診 今年將物業公司告上法庭 物業公司辯稱鹽老伯夫婦擅自產除綠化種植蔬菜 有時環絲肥 嚴重影響社區環境 蘋果記者